男人看不上你了,不会直接说分手,而是把这四句话挂在嘴边 前不久收到一位读者留言说,爱一个人怎么那么累呢 我说你爱他,他爱你吗? 他说我只知道我深爱着他,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让你幸福,会让你一直撒笑 和他在一起特别舒心,根本不会有累的感觉 如果说你的男人让你觉得很累,很乏味 就说明他不爱你,没有把你当成他的女人 有一些男人和你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爱 只是有一点点喜欢你,对你充满好奇 在一起以后他了解你了,觉得你和别的女人一样 就对你没有新鲜感了,就开始厌倦你了 男人一旦不喜欢你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总是找你查,总是说你这不对,那不对 总是嘲笑你,他在逼你说分手,他想让你主动离开他 男人看不上你,不会直接说分手,而是把这四句话挂在嘴边 一,你哪都不如别人,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你很优秀,你很漂亮,你很可爱 他经常对你说,和你在一起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 时间一长,他对你的态度就变了 我就不这么评价你,他就不怎么评价你了 他有点看不上你了 他经常对你说,你哪都不如别人 这句话有点伤人,但你没有往心里去 你觉得他想让你变得更优秀 你觉得他想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实际上是他想离开你了,不想和你谈情说爱了 你配得上我吗? 男人怎样对待你,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他若爱你,那么他会对你特别温柔,特别体贴 遇到你是最幸运的一件事 拥有你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可要是他不再爱你 那么对于他来说,你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他的心里没有你了,他看不上你了 他动不动就会对你说,你配得上我吗? 他的这句话是在告诉你 他早已不爱你了,他早已不把你放在心上了 他想和你分开,他想和你成为陌生人 女人不要傻傻的不知道,不要继续爱着了 要学会放手,要离开他的生活 三,我养活不起你 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你是很大方,是很舍得的 他经常送礼物给你 他经常带你去吃好吃的 他也会经常转账给你 他爱你,他不会让你不开心 不会让你买不到你喜欢的东西 他会努力挣钱,他会给你花钱 他经常对你说,你不用那么累,你享受就好了 后来他看不上你了,他不给你花一分钱了 他经常对你说,我养活不起你 你以为他最近手头有点紧,才说的这句话 其实这是他的心里话 他不想养活你了 他想让你知道,他不爱你了 他想让你知道,他要离开你了 四,我不管你的事情 爱你的男人是很有担当,是很有责任感的 他经常对你说,我一直在你身后 有事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 他不会让你无助 不会让你认为他只是一个摆设 可要是男人看不上你了 那么他不会掐与你的事情 他觉得你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当你无助,当你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对你说,可以帮我吗 他很绝情地回复你,我不管你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你只是一个外人 他不想没事找事 他不想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的身上 他觉得很不值得 他和你之间早已没有爱了 就差分手二字 男人喜欢上女人的时候 会直接对女人说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可不喜欢女人的时候 总是拖泥带水 总是用别的话暗示你 女人爱与不爱会有很大的区别 别傻傻地感受不到